这才是我的世界中最伟大的建筑 不仅有纠缠在一起的黑洞 时间旅行的虫洞 还有代表着时间的虚数之术 而完成这伟大工程的杆 正是眼前的这位红帽小哥 他把地球设为一级难度 逐渐升级难度至五级 最后制作出整个多元宇宙 刚开始地球还是很容易搭建的 只要建造好大陆和海洋的颜色就可以了 接着改变这些颜色 从而模拟出其他平行地球的化学元素 就这样他制造出了12个不同的平行地球 但是制造完这些地球之后 他觉得还是太过单调 随后便把目光放在了星环上面 给12个地球分别添加了不同颜色的星环 但随着所有工程接近尾声 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由于添加了星环 所以导致平行地球的范围变大 在我的世界中 如果区块范围过大的话 就会出现加载不出来的问题 所以现在一次性只能加载出四个平行地球 严重影响了平行世界的观赏性 没办法的他只能向开发者寻求帮助 在开发者的帮助下 他获得了能够解除区块限制的模组 这才要所有的地球都能呈现在大家眼前 而做完这些 也才仅仅是完成了第一个阶段而已 这才能够解除了第一个阶段 这才能够解除了第一个阶段